早前審計報告說 海市署沒有核實承辦商情報的垃圾收集糧 和環保署的記錄 不累計少了10萬公噸 海市署解釋兩個部門的估算難以比較 以往海市署的做法 預設了大約55螺 或者220代的垃圾等於1公噸 不是實際上量度實際上的重量 是一個換算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海市署的垃圾報的數字是多少公噸 和環保署實際上量度的公噸 是兩個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比較 也難以比較的數字 剛才提過 我們都是根據收集量 用一個估算的方式換算公噸 但這個做法是不客觀 也很容易引起混淆 所以我們日後就會用立方米 來記錄我們收集那個垃圾的量 而這個做法也跟國際的做法相約 我們可以去保佈 好評文 各位 大家要來記錄我們 我記得 我們可以聽起來 林敦